大陆自媒体派克斯研究院近期整理了过去三年 中央汇集每一笔卖出操作的数万组数据 找到了一些关键数据 展现了更真实的国家队的角色 那文章提到 2023年底到现在 中央汇集一共减持了450只中国股市的股票 总持股数减少了94.45亿股 卖出市量等于7.5个茅台 如果这些数据都是真的 那么中央汇集无疑是中国股市上最大的空头 在沪深300成分股中 2020年底至今 中央汇集抛售的核心资产 其中减仓数量是超过了1亿股的就有12只 加仓超过1亿股的仅有3只 怪不得有网友回应到说细思极空 发展的理念都背道而驰的 太让人心寒了